朋友们好 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 砍大山 现在生活中啊 我们常说一句话 什么话呢 一分钱 一分货 好商品就得大价钱 那贵就有贵的道理 因为它好啊 是不是呢 哎呀 以前呢 看那些商品太贵了 买不起 现在呢 我们很多老百姓啊 熟了也快一点了 哎有点钱了 看这一些相对来说 高大上的商品呢 嗯 是贵 但是好啊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 手里有点的 也想尝一尝 也想吃点好的 穿点好的 是不是 也不是买不起来 咱不能天天吃吧 偶尔吃一次 偶尔买一次还行的 是不 咬着牙 买点 好货不便宜 想买好的 咱就得多花钱 贵点 也认了 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都有这种想法 可是 现实生活中 那些看上去 高大上的产品 很贵的产品 我们老百姓 咬着牙 他买的产品 我们花了大价钱 大部分时候 我们买的都是假货 花了大钱 还没买到好东西 你不 朋友们说呢 有这种东西吗 啊 什么东西啊 我们老百姓买不着啊 我跟你说一说 你听听 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就是 杨成湖大鸭 不知道朋友们爱吃不爱吃 老宋特别爱吃 大鸭 好吃 快了 现在六月份了 再过几个月 又到了又肥高美的季节了 是不是 九月中旬 也升得回油 这种时候开始捞了 哎呀那 真美呀 好吃啊 那么所谓大鸭最好吃的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杨成湖大鸭 都说了最好的 那么杨成湖大鸭 到底产在哪呢 都说有苏州 其实它是两个区域 一个是在苏州的吴县 一个是在昆山市 这个是两个地方啊 这两个地方是挨子的 这两个地方都叫杨成湖大鸭 就是这样的 那么每年杨成湖大鸭的实际产量 是多少呢 我跟你说 也就是1500到2000吨 这是数据统计啊 那么实际上 每年市面上销售的 所谓的杨成湖大鸭 是多少呢 8000万吨 你去看啊 所有都号称自己是杨成湖大鸭 无论市场卖的呀 还是那种消费券呀 各种各样的 都是一共就1500吨到2000吨 你告诉全国14亿人民 你觉得我们普通老百姓 有几个能吃到正宗的杨成湖大鸭 那么你说杨成湖大鸭都是什么样的呢 一个是我说那种啊 回忧那种杨成湖大鸭 还有一种是什么 挖糖饮湖水 人工养殖 这种是什么 人工养殖 挖糖 挖鱼糖 完成把湖水引过来 也是杨成湖的水 然后呢 人工养 生长迅速 产量大 这个咱不能说人家假的 为什么 人家也是杨成湖的水 说实话 打开你 你吃不出来 看不出来 就所谓的 你买的纯种的杨成湖大鸭 也就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种 不能说它是假的 这还行 那么第二种就是什么呢 杨成湖的洗澡踭了 这个很多人都听说 我是不是 那 这个蟹长到一定时候了 快到了 是吧 拉过来 到杨成湖的 下水 在水里待地下 捞出来 我这是杨成湖的 你说人家也是 我是不是杨成湖的 是 我跟杨成湖捞出来的 我就是杨成湖大鸭 你说什么 我也是 所以叫洗澡蟹 说报厅的 我们大部分朋友 能买到洗澡蟹就不错了 这是第二种洗澡蟹 说实话 我也忍了 毕竟你个杨成湖 洗个澡 我就当洗个澡 也就是身家被长也行 第三种就是澡都不洗啊 根本就不是杨成湖的 算不算杨成湖 转一串都不好说 来了就告诉你是杨成湖的 你看看是不是 都打着什么防御标牌 哎呀 这什么你往里一挂 哎呀 说实话 这种东西 哎呀 不可信吧 就是你想一想 就那么多产量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 真正能吃到 杨成湖大大蟹的 到底是有多少是真的呢 我相信 大多数 你花的价钱买的 都不是真正的 群入杨成湖大大蟹 我去的好多年 我以前视频讲过一次啊 我去过一次昆山 那里有朋友 而是请我吃了门饭 而是去杨成湖大蟹 哪都是些漏的 我说 哎呀 我说你们这肯定是正宗的了吧 去牛的 我贪乐了 不一定 他讲话了 我们也吃不着太正宗 他说我 起早的 我们也就不错了 你看一看 当地人都是如此 何况我们呢 所以呀 我们千万别被 杨成湖的名头给吓着了 哎呀 就贵 跟你讲 其实很多大大蟹 什么太糊的呀 包括盘景和蟹 都挺好 不一定非得吃 他的杨成湖大大蟹 而且郭建文 你花了大价钱 花了杨成湖的钱 你买不到杨成湖的蟹 尤其一些朋友院 你说就那点钱 你哎呀 你能买到杨成湖的蟹 你不开玩笑呢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哎 这是第一个 带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呢 武藏大米 都知道 东北大米好 是不是 也有朋友说 南方大米好 那我就是奇怪 那你可能没吃过东北大米 你为什么东北大米好呢 其实就是因为东北 回黑土地嘛 而且东北天气的原因 它是一级米 那南方是两级米 那我去南方的时候 湖南之后 我记得咱们叫馅米 啊 那个味道确实要差很多 你要东北大米 那我们像我们东北大米 什么 盘景大米 那比较有名气 武藏大米 这都有名气 但是在全国的名气来说呢 武藏大米在全国做的更小 盘景大米没有武藏大米 在我们中美还行啊 挺武名气 再聊聊 但在全国来说 盘景大米没有那么有名气 那么75长大米 就是哈尔滨一个现产的 它一年的产量 大概多少吨呢 70万吨到一 不70万吨 到100万吨 到100万吨 就这样一个水平啊 就这样一个水平 说实话 就看丰收不松收了啊 那么市场的销量是多少呢 市场销量 武藏大米得在千万吨级别 那么你也就明白了啊 产生产正点 销量那么大 和武藏大线一样 也就说有十分之一的 都不是正经的武藏米 那所谓的武藏大米 是指的武忧道士号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化项 我据苏偶了解 但不知道真假 说的光成本就得武藏一斤 啊 说是不是真的 咱也不知道啊 那你说 就这我们市场买的 三万块五块的 那种武藏大米了 可能嘛 是不是成本都下不来 那么你说 他们这种都是什么米呢 什么调和米啊 餐甲米啊 朋友都听过调和油 朋友不知道说 什么叫调和米啊 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 他说呀 这个地方的武藏大米呢 它有武藏大米 它是10% 然后剩下90%加别的 给一条 它也叫武藏大米 好 还有一种做假的 参甲就相继续出来的 是不是呢 还有的呢 它虽然是武藏周边 或者武藏地方产的 它不是这种米 它也可以达成武藏大米 你说它是假的吗 你不敢说 我就是武藏的 对不对 但是这种米啊 就确实 你和真正的武藏大米比不了 我们老百姓都想了 一看武藏大米挺好的 贵正常 买点武藏大米吧 但是我们大部分都买不到 是真正的 那么大家 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就是了解一些啊 或者是爱专业一些 就是说 哎 老术 我有个办法 为什么呢 你看武藏大米的 真正的武藏大米 包装和别人不一样 执行的标准也不一样 真正的武藏大米是什么呢 最壁斜杠T19266 这是武藏大米的标准 你盘景大米 也有它自己的标准 这是武藏大米的标准 你比如说 普通的大米 我们都执行的是 最壁杠T1354 这个标准 那你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它是19266 那它就是真正的武藏大米 如果它不是这个 它就不是武藏大米 很多朋友说 看包装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 理论上是对的 包装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什么说法呢 武藏大米的包装袋 很贵呀 我一说这个朋友们 应该就理解 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如果你在正规的地方 特别正规 特别好的地方 或许按照包装 你应该能买到 正规的武藏大米 如果不是正规的 例如一些网上的 那些直播呀 那别看它打的是19266 不好说 还是我说那句话 袋子很贵 和我们自己好好想象 所以呀 也别广认着武藏大米 还有那句话 你花了武藏大米的钱 你吃的不一定是武藏大米 那么第三个 就是我们常说的 咱说个茅台吧 那茅台大家都知道 贵意 老苏到赵新战为止 也没合过茅台 就看到过茅台 是不是拿一整 最主要的茅台挺奇怪 你说什么市场价格 多少多少钱 啊你买回来还涨价 分分 哦这个就那什么了 我买来 能买到茅台 你就挣钱 其实这个挺奇怪的 你说想买你都买不着 嗯这个价格 你就干脆就把价格定高了 就得了呗 为啥还这样呢 哎呀反正咱也不说了 但是茅台咱说 因为利润太大了 那么造假的就太多了 现在茅台造假 咱得成为这个是真多呀 啊 因为什么呢 它是真瓶子 假酒 哎呦那这样 我听过一个笑话啊 说有几个人聚会啊 关系都不错啊 都有点钱 有点身份啊 哎他们几个聚会 聚会呢 一人拿了瓶茅台酒去 每个人都拿一瓶 喝吧 几个人喝 接我这三个茅台酒啊 三个味儿 味道不一样 那你说谁那是真的呢 最后啊 啊官大官小 你一官最大 你这个是真的 你这小的 说这玩笑话也是怎么样 就说很多人 就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辨别这个茅台是真是假 就流传到很多人就是有点钱的就是什么 他们手里的茅台也不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这样 还得看看这句话 就是瓶子是真的 酒是假的 有什么打点滴啊 往里头 还有什么那个 搁这个商标街开一点 转个小眼啊 玩个风补证 商标一盖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说实话 这些造假工艺啊 太厉害了 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啊 花了茅台的钱 你可能觉得我喝我茅台 我喝我两次呢啊 你喝那茅台是真是假 就不好说了 我们老百姓啊 也喝不起这玩意儿 说实话 你给喝了真假 咱也喝不出来 所以说呢 哎呀 像老宋也花不起这大价钱 也就不花这个钱了 还是劝了朋友们 就说 别花了大价钱 咱买了假东西 那咱们干脆啊 还不喝这玩意儿的 得了呗 你说师父 还挺贵挺心疼的 你说老宋说的 有没有道理呢 其他东西 其实也一样 可以替代的 它没有好到那样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你们认为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砍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